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二的单词 第一个是subsistir 它的意思是还在或者继续存在 一个不久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Mientras subsistan el imperialismo y el social imperialismo La guerra es inevitable Mientras subsistan 只要,对不对 只要,后面跟的是薰衣诗 只要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战争就是inévitable 没有办法避免的 然后呢,它第二个也是不久动词 意思可以把它翻译成成活 或者是生存或者维持 Los plantas no pueden subsistir en aquel terreno 这个植物是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活下去的 Los peces no subsisten fuera del agua 这些个鱼啊,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 这个鱼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 是吧,之前想到了一个小笑话 就是之前有一个人吹牛 说我们家的鱼啊,这个每次呢 我都给,我都可以把它这个拿出来 完了之后呢,它这个可以在空气里面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然后甚至可以待上那个一天啊,或者是两天 然后后来呢,这朋友就说 哇塞,是吗,你这个鱼这么牛啊 然后哪天这个,嗯,去你家见识一下呗 然后这哥们说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就有一次呢,我这个,嗯,把它放回水里面的时候 它淹死了 嗯,好吧,好冷啊一个小笑话 好,OK,我们继续 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aliment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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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自负动词 然后呢,我们后面这个可以用d或者是gong这样的前置词 我们就是吃或者吸取营养得到供应 等意思 好,我们来看 dentro de poco será muy difícil alimentarnos alimentarnos 很快我们就很难吃上饭了 很难看我们就很难吃饱饭了 那下一个 es importantealimentarse con una nutrición buena 是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呢 吃,用什么,用一个好的,吃的营养 吃的很硬,饮食健康,饮食营养是很重要的 这是alimentarse OK,下一个词 inherir inherir是吃下和吞下的意思 吃下和吞下的意思 然后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la boca es la verdura corporal por la que se ingere alimentos 这个嘴压是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口 然后通过这个嘴 指的就是boga 然后呢,这些个食物被吃 这个是旨意 所以我们意义的话就把它翻译成 口腔是人体消化食物的器官 OK,第二个 una persona de 70 kilos necesita ingerir 2,5 litros de agua al día 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呢 它需要使用摄入2.5升的水每天 这是旨意 意义我们把它翻译成 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需要每天摄入2.5升水 OK,下一个词 extraer extraer 它的意思呢,是这个取出,挖出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从相日葵里面提取出油 在这边主语是谁啊 啊,很好 OK,下面再加上两个比较装逼的例句 extraer theorias de la realidad objetiva 从客观实际中总结理论 是吧,理论 然后客观实际 再来一个 extraer lecciones de las experiencias 从经验当中吸取教训 这是extraer 下一个呢,是一个词组 a diferencia de a diferencia de 是与什么什么不同 或者与什么什么相区别 我们来看 a diferencia de cualquier otra cultura nos gusta mucho las fiestas en nuestras casas 有别于其他的任何的文化 我们喜欢呢 我们非常喜欢 在家开parti OK,第二个句子 el agua a diferencia de otras sustancias ocupa a 0 grados centígrados mayor volumen que a 4 grados centígrados 这个水啊 它有别于其他的物质 它占据在零度摄氏度的时候 占据更大的体积 比40度的时候 这个是指意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意义 就把它翻译成 水零度的时候呢 比40度的时候体积要大 OK,这是a diferencia de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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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elerar a celerar 它的意思呢 是促进和加速 那我们来看一下 se han acelerado los pasos de la reforma y abertura 这个已经加速了脚步 什么的脚步呢 这个改革开放的脚步 改革开放的脚步 OK,下一个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nuestro país se lleva a un ritmo acelerado 这个经济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是一个加了速度的节奏 刚才那是直译 这样把我们意义的话 就把它翻译成 我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 OK,下一个是一个名词 叫做provecho provecho的意思是 好处 然后益处 或者用处等等都可以 de la discusión no ha resultado nada de provecho para la solución del problema 从这个讨论 甚至争论当中 你不因为没有得到任何的 有益处的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这个是直译 意义的话 就是那场讨论 对问题解决 毫无帮助 OK,第二个 no he sacado ningún provecho de sus consejos 它的这个意见建议 我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就是什么 它的中央 对我来说 一点用都没有 OK 下一个词 modalidad modalidad modalidad是一个名词 方式、形式、样式等等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la inmersión en línea 网上投资外汇呢 是外汇交易方面最先进的一种模式 OK,来看第二个 las modalidades de telegrama 解释不对 说实际上是以什么什么方式 我个人认为 以什么什么方式和以什么什么形式 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例句 三四个 partes de esos ingresos son in forma de subsidios paralelos 这些个 这些个 收入当中的三分之四呢 它是 以这种 配套资金的形式 配套资金 的形式 OK cerca de la mitad del bonete producido es exportada in forma de fibra bruta 大概是有 这一半的 这种 这个 bonote 是这个 椰树的纤维 它是 被出口的 是以什么的形式呢 以这种 粗纤维的形式出口的 所以在这里面 informate 注意informate 我们让它把它翻译成 以什么什么的形式 不把它翻译成 以什么什么的方式 不太一样 以什么什么方式 是你做什么事情 以一种什么 更加变通 更加灵活的这种方式 但是以什么什么的形式呢 就是什么 以刻文的形式 然后以金钱的形式 以书信的形式 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书上 那个以什么什么方式 这个地方大家改一下 我们应该建议 把它改成 以什么什么的形式 OK 这是informate 好的 那我们这个 第七课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咯 现在我们下节诏图